迎接4月份儿童节的到来 台北市提出了三项新的教育政策 包含翻转上下课 降低幼儿园师生比 以及班班智慧大荧幕 让学生能够自主学习提升教学的环境 另外在4月的廉价12岁以下的小朋友 还能免费搭乘捷运到儿童新乐园等场馆 同样不用花钱开心的度过儿童节 台北市长蒋万安陪着小朋友玩钓鱼 救其北极圈水中生物倡导环保观念 迎接4月份儿童月 台北市也宣布多项新政策 包含一天当中调整上下课时间 让学生自主学习 同时三年内要降低幼儿园师生比到1比12 高中以下学校也要全面加装智慧大荧幕 未来国高中我们也会全面的 让大家每一班级都有智慧大荧幕 也就是让很多时候 我们在老师的教学上面 更便利更及时作业的提交 还有孩子的发问回答等等 我们透过科技的导入让孩子在学习上面 可以更加的方便快速 2023台北欧童月正式起航 运用科技教学提升学习效率 不只上课有感 放假同样也不无聊 监运公司宣布 从4月1号到5号 12岁以下小朋友免费搭车 到儿童新乐园 小巨蛋滑冰场等场馆也不用花钱 还能参加市府举办的抽奖活动 有机会把笔电等奖品带回家 讲完宣布多项优惠措施 提升孩子学习环境 同样也不忘对校长老师和家长 说声辛苦了 感谢他们细心呵护 陪伴孩子们长大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为了落实在地关怀翻转弱势命运 台北市北投区公所 北投送暖中的就学服务 继桃园国中之后 这回来到关渡国中 梅河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的 六位大学生 针对弱势的孩子 采课后一对一家教的方式 加强英语以及数学能力 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课业成绩 面对棘手的英文试题 学生透过家教老师的指导 只要掌握关键字词 就算不能完整读懂内容 也能正确解答 北投区公所送暖就学服务 继桃园国中之后 这回来到关渡国中 领选六位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学生 针对弱势孩子采一对一家教方式 加强他们的英文数学能力 我们也是继桃园国中之后 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年轻人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来回馈这些年轻人 我们挑选的学生 有很多不管在学习的经验上面 也都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北投送暖计划 包括生活救助 就业 就学 就医等四项支持性服务 透过地方力量捐助 来帮助隐性弱势民众 让他们能获得周全的社会照顾 及网络支持 由这个政治作战学院提供师资 那学校来筛选 适合的这个小朋友 让这个一对一的方式 来进行所谓家教式的服务 那我们希望就是 透过这个大学生 跟我们国中生 年轻人的相互的对话 然后让他们能够逐渐 在这个学业上面 能够获得进步 北投区公所特别举办感恩茶会 邀请多位长期关怀北投的地方 士生参与 除了感谢他们的慷慨解囊 也期盼这项服务 能扩展到其他国中 延续善的循环 让爱心向下扎根 记者游祥亭 台北采访不到 台北市开南中学 在长照的医师专业上 注入了许多的资源 更成立的长照医师精英班 为了分享校内的资源 校方与东门国小创思中心合作 在校外教学规划 医师特营的活动 安排19位的国小学童 与日照中心的长者来互动 增进学童对于预防医学的观念 并且建立与英法长辈相处的正确观念 东门国小学童细心牵着长辈 一起体验套圈圈游戏 其实在看自简单的套圈圈游戏 能够增进长辈的肢体伸展 其强健脑部 也可以增进手眼协调能力 19名东门国小学童 来到开南中学 体验长照医师专班里的日常 提升对预防医学的正确观念 首先是实现所谓校园里面有日照中心的轻盈共学 那么第二个也能够实践我们预防医学的需求 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让小朋友来了解 未来我们老龄化这个社会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长辈们握紧球杆轻轻推杆 让球可以推进相对应的数字内 这是照顾长辈时必须特别注意的环节 在开南中学大哥哥大姐姐的陪伴下 东门国小学童陪伴长辈游戏的过程中 预教育乐 学到了信心与专业的照顾知识 要注意他们的行动 不然就是可能走路的时候很容易跌倒 或是会不知道要往哪边走 就是孩子家里面都有阿公阿嬷吗 那我觉得怎么样去学习跟老人相处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 那加上我觉得台湾未来是老人化的社会 这个高龄化的部分也是会越来越 就是越来越重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可以提早来做这样的课程学习是很好的 今年开南中学国中部也将成立医式精英班 衔接高中部照顾服务科长照医式精英班 让学子能够在六年一贯的教学安排下 完整学习加根训练 实现未来选取理想医式科系的梦想 记者陈敏伦 采访报道 教育部国教署推动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 去年不住台北市的桃园国校厨房整件经费 负责供应北投阳明山地区北八所的学校的饮阳午餐 一天最多要准备3800人份的餐食 结束之后还要回收除鱼锅具 进行分类和消毒 责任是相当的反重 厨师将花椰菜青菜汆烫后 经过简单调味 再用温度计测量中心温度 数据全部上传电脑 确定都没问题了 接着就是准备配膳 厨公阿姨们有条不问地将饭菜装箱 哪间学校哪个班级先装箱 关系到最后的配送效率 像我们厨房它其实是一个摸制型的 一个管理的物流跟人流的一个管理的部分 配膳好之后我们会进到保温箱之后 然后再接着运送车 送到各个学校去做一个公餐的部分 为了提升孩童营养物餐品质 教育部国教署推动偏乡学校 中央厨房计划 补助北投桃园国小厨房整建经费 去年整建完成的厨房 锅具设备全面更新 洗涤区 烘热区 配扇区 动线分明 最重要的厨房地板 特别选用防滑好清洗的材质 大幅提升厨房工作效率 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优化了我们整个优 我们的中央厨房的所有的设施设备 不管是在安全上和食品的营养上我们也兼顾到 我们也透过这次的方案里面提供我们比较好的这种保温的一些餐盒 让我们送到山区的一些餐在温度上是可以符合小朋友使用的温度 桃园国小厨房负责供应北投杨明山地区八所学校的营养午餐 一天最多要准备3800人份餐食 结束后还要回收厨余锅具 进行分类和消毒责任相当繁重 校方也秉持提供最安全营养膳食的观念 为孩子们的健康把关 记者游祥亭台北彩虹报道 台北市北投桃园国小除了肩负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的重任 还落实食农教育 安排学童和营养午餐的厨师视讯互动 让孩子们了解到原来每天能准时吃到热腾腾的食物 靠的是多位厨师厨工以及配送人员的辛劳 希望借此培养学童对食物 生产者以及环境的尊重以及感恩 五年中班的同学们一边吃午餐一边和厨师视讯 看着厨房里的锅具和家里煮饭的器材大不相同 让大家相当好奇 原来要准备美味丰盛的营养午餐 厨房设备 动线规划都必须很讲究 毕竟关系到食安 每个细节都马不不得 因为这是第一次来生意 可以跟厨师叔叔互动很快乐 你比较想要吃哪些东西 蒸蛋 蒸蛋 还有排骨 上次有来这边采过毛豆 所以就是有一点点熟悉的感觉 就那个锅子很大然后那厂子也很大 看起来就煮起来就看起来很累的感觉 北投桃园国小利用中午用餐时间 特别安排学生到专属教室享用午餐 蔬菜 鸡肉 豆腐搭配糙米饭 营养满分 透过与厨师的视讯过程 让孩子们了解到 每天能准时吃到热腾腾的食物 靠的是厨师 厨工及配送人员的付出 懂得谁知盘宗孙 历历皆辛苦的真正意涵 我们希望小朋友他可以进到厨房里面 来了解厨房的作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孩子他了解厨房的作业 可以心情就知道有些感谢的部分 有些厨房人员对他们的一些奉献 孩子他珍惜午餐的部分 然后达到午餐都吃光光 桃园国小不定期安排学生来专属教室用餐 透过新添购的网路视讯设备和厨师们互动 真正落实食农教育的精神 培养孩子们对食物 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 记者游祥婷 台北采访不到 台湾已经连续三年的人口负成长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将近六成的成年劳工目前是没有小孩 而五成六的人没有生育的计划 而调查也发现 劳工平均预估家庭总月收入 至少要达到10.7万元 才有能力生养一个小孩 而且从出生到20岁 父母至少要准备644万的生养育的基金 为了鼓励民众生育 中央跟地方政府无所不用其极 持续调高育儿津贴跟生育补助 但去年台湾的新生儿人数 创下史上新低是3.8万 即使有4成4的民众计划生小孩 但仍有80.3%的人 担忧未来没有人亲民记组 在当中有56%其实是没有生育计划 不想生育的原因 主要还是觉得说 怕赚的钱养不起小孩 第二个买不起房子 没办法给小孩一个家 另外就是工作忙 怕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至于在未婚族当中 其实没有结婚计划的孔婚族 也高达了61% 统计也显示 目前有小孩的上班族 6成6属于双新家庭 另外有子女跟长辈 同时需要照顾的三名制族 更高达了82% 此外8成2的劳工认为自己财务吃紧 生养育一个小孩的话 家里的总月收入平均要到10.7万元 政府要提高生育率 还有结婚率的话 其实应该要着手于呼吁企业加薪 还有提高基本工资 另外积极补导企业转型 来提高薪酬水准 以及要从所谓的社会福利 还有社会治安的层面来着手 即使有63%的民众认为 台湾职场环境 对职场爸妈并不友善 但有高达7成8的资方表示 鼓励员工生育 也有三成三的企业 愿意给有小孩的父母较高薪资 不过对于请育婴价 仍有三成企业坦言 无法让员工回到原来职务 看来上班族面临生养育问题 该如何取得平衡点 是一门大学问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导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